在济南有一支特殊的篮球队 队员都是残疾人 这是济南近些年唯一的一支轮椅篮球队 他们一周训练六天 每天训练两次 为的是九月份举办的山东省残疾人运动会 让我们走进这个特殊的篮球队 看看他们的备战情况 每天下午三点 是济南市轮椅篮球队集结训练的时间 球队目前共九名运动员 年龄最大的55岁 最小的16岁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组队磨合不过一个月 同我们的教练的指导 能有一个更好的配合 包括战术 就战术的配合 包括我们的投篮能够更准确一些 但是这个确实需要有一个 长时间的训练过程 我们只能说在短时间内 争取把自己做得最好 轮椅篮球队的首要目标 是参加九月份举办的山东省残疾人运动会 在此之前 济南已经很多年没有轮椅篮球队 在残联的协调下 以李伟早先成立的轮椅羽毛球队为班底 新西纳对篮球有兴趣的残疾人 共同搭建起来 你像有一些脚儿麻痹症的这种队员 他平时他不适用轮椅 他蒙轮椅坐到轮椅上 就是说来滑动轮椅来运球 手上会起很多的炮 就是说他不适应 他有一个过程 据了解 轮椅篮球赛有一项特殊的规则 根据上场残疾人的身体情况进行评分 伤残越重 所占的分值越低 总分控制在14分 由球队合理搭配运动员出场 为的是让重残和轻残运动员 都有比赛的机会 为了促进篮球队成长 济南市残联在教练员安排 场地使用 训练器材 乃至伙食住宿等方面 都提供了充足的基础保障 球队每天上午下午 更有两个小时的训练课程 球员根据自己的工作安排 前来参加 有这个像运动以后吧 每天就是说或者是一周几次 对我们身体方面真是一个提高 我们有些队员 原先就明显地在身体方面 胖啊各个方面都身体不好 血脂也高 自从参加我们这个球队以后 各个方面明显看出来 现在有的就是说年轻的队员 就像真正的体育运动员一样的现在 黄艳震和李伟 在轮椅羽毛球队的时候就是搭档 在篮球队内 两人也经常分在一组 现在基本上就心灵实惠 一个眼神就基本上知道 传球球到哪里 都配合很默契 现阶段球队通过加紧训练 来努力提升实力 争取在比赛中有所斩获 但更重要的是 吸引身边更多的残疾人 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 通过这个体育运动 能让你更加的就是对自己 有个自信 就是说健全人能完成的运动 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虽然我们做到轮椅 我们也能也能完成 这个定却对你的意志 也是一种磨练 我们更多的参与朋友 还是要就是说 多走势加盟 多参与这种运动 在集体运动中 收获了健康 收获了快乐 建立起了自信心 希望轮椅篮球队 能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也希望能够为参与人朋友 提供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